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人来说是很珍贵的资源 我们要珍惜它 传统的拼板方式都是一块一块拼的 就是我们好像这块板需要多大是吧 它有很多条子组成 好像我们现在的标准板是一米二二乘两个四四 但是它拼的方式的话 怎么它也拼不了标准 这样拼出来的板的话呢 要把多余的部分给它拆掉 拆下来那个边就没用了 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浪费 我在生活中是一个很节约的人 我看了这样的浪费啊 我很心痛 所以我就想呢 能不能生产一个拼板过程中 是这种浪费的价值 就се不笠一波 就要走 这种浪费的方式 由最后几乎一边 这种浪费的方式 就是我们我们的手動清 出了 都能做好 这样一下来一天 光是接触法板就走了十几公里 所以工人觉得很累 我那第三代设备又改好了 这次效果真的非常不错 所有的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